这些极限游戏你最想玩哪一个 第一生死门 在秘密的房间中有两扇门 一扇生门一扇死门 选择正确就能活命 选择错误就会被激光劈死 第二人体电梯 徒手抓住向上移动的升降梯 是男人就坚持到100层 第三极限逃生 隧道坍塌海水灌入 凭双腿跑过洪水的速度 第四猛兽猎人 徒手和真正的斑斓猛虎搏斗 这就是豆瓣评分8.5 今年我看过最刺激的剧集 《弥留之国的爱丽丝》 在未来的某一天 由于日本将河废水排入大海 所有日本人全部消失在了地球上 他们来到了一个平行世界 还要被迫参加各种死亡游戏 闯关成功就能获得普克牌 也就是所谓的签证延长存活天数 失败就会被激光劈死 传说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 有一个名为海滨的幸存者基地 在那里可以找到这个游戏世界的秘密 于是小帅决定去寻找 他又终结这个荒谬的死亡游戏 让世界恢复原状 每逢游戏开始 小帅和同伴小美都会暗中观察 终于两人发现了一些线索 有不少玩家手腕上都带着相同款式的手环 他们断定这些人一定有问题 随着游戏的进行 通关失败的场地爆炸 天降激光 这就意味着又有不少人死于游戏 两人暗中跟踪戴手环的玩家 没想到这些人竟然有车 一顿狂追之下 两人来到一处灯火通明的岸边 显然对面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海滨 突然一把枪顶住了小帅的脑袋 接着两人就被打晕了过去 等他们再次醒来 置身在一个豪华的房间中 一个身穿玉袍戴墨镜的长发男出现了 他一声令下 一扇阁门被推开 一副没有大小王的扑克牌出现在众人面前 男人说出了这个游戏世界的真相 只有集齐所有扑克牌才能回到原来的世界 一张扑克就代表一场死亡游戏 一个人想要全部集齐 无异于吃人说梦 而海滨存在的意义 就是将所有人的扑克都集合在一起 同时在这里必须要遵守四条规则 一为了安全 所有人都必须要穿泳衣 这样就无法藏宁武器 二扑克牌属于公共财产 所有人必须上交 三必须给作者点赞 四违反以上三条将立即被处死 小帅本能地想要拒绝 但四周都有重兵把守 显然拒绝的话很有可能走不出这间屋子 除了这些 海滨算得上人间天堂 这里没有法律 没有约束 人们纵情地玩乐 泳池派对 醉生梦死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相比于游戏里的生死角逐 这里的一切显得那么的不真实 随着一阵阵欢呼 长发男再次出现 原来他就是这里的精神领袖 在他的鼓动下 参加游戏的人集体出发 而小帅的签证今天也即将到期 所以他也必须参加今晚的游戏 这次游戏是一场特殊的密室逃生 在一个充满高压电的密闭房间中 几个粗大的水管在不断地注水 游戏即将开始 难度细数 方块4 游戏名称 灯泡 游戏的内容很简单 在这个房间中有一扇门 里面有一个可以被点亮的灯泡 门外有三个开关 玩家的任务是 只需要猜中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开关 就能通关 如果猜错或者水位上升 触碰到高压线 但是 开门验证的机会只有一次 比如打开A开关 而灯没有亮 那就意味着正确答案在B和C之间 普通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赌一把 随便按一下开关 运气好的话可能会猜中 运气不好就只能排出一个错误答案 之后便生死各半 但小帅可是个游戏天才 只要是游戏 就一定有规律 他看着灯泡 脑中突然灵光一闪 同伴按照他说的关上了门 接着小帅用力的推上A开关 然后让所有人都不要动 水面越来越高 众人都很焦急 不明白小帅是什么意思 眼看水位就要没过脖子 他又大喊道 接着他奋力推上B开关 大家回头一看 灯泡没亮 说明正确答案就在A和C之间 紧接着他让一个女孩赶紧去摸灯泡 女孩伸手去摸 却被烫得立刻缩了回来 在极限水位成功通关 不少人都吓得面色惨白 说不出话 原来在小帅推上A开关的时候 灯泡是亮的 但门已经关上 他们看不到 接着打开门后 小帅推上B开关 灯泡不亮 这就排出了一个错误答案B 然后让女孩去摸灯泡 根据白痴灯长时间点亮 就会发热的原理 如果灯泡是热的 正确答案就是A 反之就是C 其他人一脸懵逼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看懂了吗 成功通关之后 自然是开派对庆祝 就在这时 小帅看到了一个熟人 他就是之前在游戏中遇到过的肌肉男 他掌管着所有武器 是武斗派的头号人物 而势力最大的 则是同领着理想派的长发男 一山不容二虎 两伙人表面上维持着和谐 但实际上暗流涌动 肌肉男在经过小帅时 看上了他旁边的小美 想抓他回去 小帅立刻挺身而出 你动我可以 动我女人 不行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 长发男赶来 化解了这次危机 但肌肉男离开时 眼中满是不服的神色 这次的游戏 给了双方一个娇手的契机 因为除了人头扑克牌不出现 海滨的所有扑克类型中 只差一张红心石 显然 谁得到了红心石 谁就能带领海滨返回原来的世界 但是 石则代表着游戏难度系数最高 那么 究竟是什么样的游戏 才配得上红心石 我是大眼 感谢你的关注和点赞 下期揭晓答案